冷战之后全球除了少数几个国家 绝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实力都是在下降的 但是中文互联网给大家的感觉却不一样 东亚怪物房好像个个都挺能打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得太快了 以至于我们也觉得其他国家好像也不弱 今天姑姑就跟大家聊聊 那些军事实力被严重高估的国家 他们到底是如何被高估的 首先要聊的便是朝鲜 朝鲜的军事实力可以说被吹上天了 客观来说 朝鲜各种装备数量上确实很多 但考虑质量的话 绝大多数都可以被当作老古董 按照朝鲜目前的军事力量来算的话 朝鲜顶多也就世界前30 但是互联网上对朝鲜军队的评价 经常变成硬钢美军吊打韩国军 武昌之外再无敌手 连印度都要站一边 为啥朝鲜被吹得这么厉害呢 无外乎这三个buff的加成 1.独立自主 硬切 这一点换成一个梗来说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 抛开事实不谈 朝鲜谁都敢打 中文互联网拿着一点来吹朝鲜的 不在少数 在Google我看来 全世界算得上独立自主的国家真的太少了 除了中美俄印这样的大国 最多还算一个法国 其他国家拿什么来谈独立自主 2.有核弹 按理说雍和确实是军事实力的加分项 但是朝鲜却用最少的核弹加了最多的分 大家仔细想一想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除了中美俄朝鲜核弹加的分 可以说比其他国家加的分都多 我们看看其他几个雍和国家的风平 印度 垃圾 巴基斯坦 印度都打不过 垃圾 以色列 东亚随便一个国家都把他秒了 垃圾 为啥其他国家雍和和不雍和 好像都没啥区别呢 唯独朝鲜雍和 美国就不敢打他 懂的人都知道 那是因为兔子在后面 3.战斗意志 这东西说实话 打赢了可以来吹 打输了就很尴尬 历史上整个朝鲜半岛的士兵 在战斗意志上都没有过高光时刻 为何现在就有了呢 真的让姑姑我觉得有战斗意志的 除了我们的解放军 我认为只有胡塞武装和阿富汗的塔利班 看看胡塞武装的阅兵 残疾人方阵走在最前面 这才是有信仰的军队 声明一下 以上观点只是说朝鲜被高估 没有故意贬低的意思啊 接着便是越南了 赶走法军打赢美军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 越南还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虽然吹嘘的成分很多 但是当时的越南士兵确实挺能打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中国老兵 对越南士兵的评价是这样的 说被他们打死的士兵身上 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 烟是最劣等的 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 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刺膜 每个士兵都瘦晶晶的 却十分顽强能打 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 使得越南士兵认为 他们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所以在战场上他们都十分玩命 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 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 云遮雾盖 草参雷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 除了我们中国的士兵 估计没人能制服他们 当年的越南军队确实很强 可是40年后 越南军队是这个样子的 不知道爱马仕包包 是否能增加他们士兵的战斗力 说到被高估 必然少不了美国 美国被高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军费开支常年遥遥领先 另外就是11艘航母奥尔士群雄 如果说美国的军费 有一半用到了实处 我都不会认为他们被高估了 看看以下事件 你就明白为啥美军是被严重高估了 2015年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国防超过100万名官僚 及承包商各项费用 占去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国防预算 例如文案工作 人力资源和会计费用 如果在这方面加以改革 有望节省1250亿美元 光这一项 美军被高估25%没问题吧 接着是美国司法部 曾对2005到2014年间 美军在海外战区发生的不端行为 发起200余起刑事诉讼 发现两场战争中 外包给承包商的战争合同 存在惊人的浪费与腐败 造成的损失高达上百亿美元 这再被高估10%没问题吧 再就是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先后派了两拨人 去申计海外战区的军费 结果两拨人都出了意外身亡 越南军方的腐败对于美军来说都是弟弟 以至于美国国防部马蒂斯说 美军2019年军费7320亿美刀 为啥7000多亿的军费还不够用 美国国防部长致以灵魂拷问 再高估10%没问题吧 在中文互联网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2035年中国军力将赶超美国 为啥是2035年呢 拿中美两国的海军举例 美国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 是在1975年服役的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1977年服役的 卡尔文森号等其他航母 则是上世纪90年代服役的 航母设计寿命一般为30到50年 服役超过30年即使不退役 性能也会快速下降 维护费用会急速提升 所以大家对照2035年这个时间点 自行品鉴就行 美国现在的军费也就刚好维持住现状 他们现在舰船下水的速度 完全赶不上退役的速度 所以大家明白为啥美军是被高估了吧 请不要怀疑一个帝国自我崩溃的速度 看看苏联就知道了 美国只不过比它多活了几十年而已 武昌之一的英国 我们已经很低估了对吧 但是能成为武昌依旧是高估了 现在的英国将军比坦克多 舰长比舰多 州里确实还有很多不错的军事技术 但是没有足够的财政转化为常备军力 勉强造出来的不少也是缩水货 心比天高命比直播 还有就是日本沙特韩国 巴西俄罗斯等国 都有不同程度的高估 最后总结一下 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军事实力 美国我谁都能揍 但为啥我心烦事还这样多 俄罗斯明面上我嘴上谁都不怕 可暗地里我要扳着手指头 属核潜艇数量了 他们要是再坏了 我的底裤就彻底被脱干净了 欧盟对面那只熊请保持克制 英国我堂堂大英帝国海军 还有没趴窝的吗 印度虽然我大量装备靠进口 但我有核武器 日本韩国有美国爸爸在 我们不怕 朝鲜 从每年的阅兵上 你们可以看出我的军事实力 越南 和中国动动嘴皮子 没问题 真的 你当我傻 中国正缺一个练手的 伊朗 我的五代机模型飞得好好的 你们居然都不承认 我是第四个成功研制五代机的国家 沙特 不是说好的吗 我买了你们的东西 你们就帮我打架的吗 中国 除了美国 谁都不怕 但周围怎么净是美国的马仔 还有 手上都是新家伙了 但谁来给我练练手啊 快三十年我没打过战了 越南 要不你过来 台湾省 不是我吹牛 我能出一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郭郭的点个关注吧